电话铃响 救了两个人 傅同文摸到电话线 凭借着一根黑色的胶皮线 把沉重的电话机拖拽到了手边 他拿起听筒 放到沈西耳边上 这是沈西的办公室 自然要沈西接听电话 请找沈医生 是张老板的二姨太 我就是 那边在笑着说 刚刚和四家老爷聊着这桩事 老爷吩咐说 要在徐园里定下位子 傅三爷和沈医生都要请到 一到去赴宴 傅同文去这种场合 该相伴而去的是孤右威 而不是他 沈西不知 线路内端的张家公管里 是如何评价 医院里事情多 沈西想从他那里接过听筒 他没放手 说定了啊 帖子下午送到医院去 二姨太扑地挂断了电话 好似怕他回绝 和这个二姨太很熟 傅同文问他 不算是 其实他就算和我没交情 想挂我的门诊也很容易 他们这些人总有自己的门路 因为这些权贵 去年占用了所有的门诊时间 他才会将公开门诊的日子缩短 将权贵和普通患者分开 都不是好人 不要有神交 明明是他身陷其中 却来提点自己 沈西想提醒他 这里盘根错节的关系 青帮不只有黄金融 杜月生和张孝林 三位名声在外的老板 还有更老一辈的人 他还想提醒傅同文 他结交的那位杜月生 早年来到上海 就是进了黄金融的公馆 掌管着法租界的赌场 由此起步立业 喝水不忘绝景人 若是真闹起来 杜月生一定会给黄金融面子 所以傅大爷背靠着 那个黄金融是真有手腕的 轻视不得 可再想又觉得是自己多虑 这些都是那些老板的女眷们 闲聊出来的 皮毛而已 皮毛下的骨骼血肉 盘根错节的人情脉络 傅同文会比他更清楚 倒是给他父亲诊病的事 才要紧 你父亲的病 为什么不让我参与 他趁此处没有外人 直接问 现在可以说了吗 我猜你已经被我父亲拒绝过了 傅同文反问 他竟然知道 你父亲见到我时 情绪非常激动 赶我出了病房 这也是他困惑的地方 我当初做过什么 让你父亲不高兴的事 还是因为别的原因 是因为我 就因为我和你过去 是恋人 我这两年挪空了傅家的家产 稍后还要带着律师去 让他签署最后一份 有利于我的家产封割文件 你要他信你 很难 他说的有道理 沈西将脸颊边的发丝 捋到耳后去 你是猜到了他会排斥我 才要拒绝我参与治疗 傅同文没作声 沈西猜他是默认了 傅同文瞧得出沈西所有想法 他从送父亲来到这家医院 就料想到了今日的对话 也准备了完美的答案 他是绝不可能让沈西插手的 一分一毫都不可以 他不想沈西日后 得知了沈家灭门的真相 会在家仇和医德之间 不断地拷问自己 他不能让沈西受到这种伤害 对不起他 也对不起和自己有深交的沈大人 沈西还在犹豫 如果患者明确拒绝了一位医生 他无权勉强人家接受自己的治疗 如果真如傅同文说的 他也只好放弃 可是从医生的角度来说 我看过你父亲的病例 十分复杂 不只是一处肿瘤 假若我能加入到治疗团队 会对他有帮助的 你看过病例 应该会清楚 如今他的情况 不管谁上手术台 都没有用了 这点沈西承认 傅老爷的身体状况 能熬过今夏 就是万幸 办公桌上 有一个夕阳式样的坐钟 傅同文在看时间 如果你还不死心的话 可以跟我去一趟病房 看看这位病人的态度 也只好这样了 沈西让护士去叫了段梦河 四个人去了傅老爷的病房 因为昨日的不愉快经历 沈西有意走在段梦河身后 病房门被打开 没闻到西医院特有的消毒水的味道 反倒扑面而来的中药气味 看来老人家虽不得不求助西医 却还堵信老祖宗的东西能救命 为什么不堵风啊 沈西轻声和段梦河耳语 段梦河挪挪嘴 暗示的指沙发上的傅夫人 沈西猜想到 应该是老辈人的观点 认为不见风和光是对病人好 屋内没亮灯 只有一盏烛灯摆在沙发前的茶几上 好好的一个病房 弄得像抽大烟的厅堂烟铺 也许是因为室内昏暗 傅同文父亲见到他们 没了那日的激动 暮气沉沉地靠在床头 沈西在段梦河身后 只能瞧见傅同文的背影 他自己搬了椅子在床盘落座 同文回来了 傅同文的母亲喃喃地说 老太太端坐在沙发上 摇摇地看着床那边的人 似乎是不愿掺和这场父子争斗 傅同文接了周理荀 递给他的文件袋子 摊开在腿上 从西装口袋上取下一支钢笔 父亲启程来户前 我们就有了口头协定 今日不过是补上一份文件 这份文件签署完毕 我会按照我的承诺 为父亲负担所有的医疗费用 他把钢笔 他把钢笔递给父老爷 我就只剩下这两处宅子了 还有股票 东文 你拿得太多了 这两年 你的身价 有半数都是富家的 富老爷 富老爷颤抖着肿胀的手 压在白色的棉被上 同文 你为何 要将富家 逼上绝路 富同文不答 微笑着说 对于富家的人 我也会按照这份文件上所说的 把各地公馆 分配给各房 还有每个子女十万银元 这些都不会少 这是他给兄弟姐妹们的交代 父亲很清楚 把他们交给大哥 父亲的其他子女 都不会受贿 倒不如交给我 他耐心地劝说 我对自己的弟弟妹妹 还是会照顾的 富同文一句句的父亲 质地有声 在这暗昧的病房里 显得格外刺耳 纵然是见过富同文 被他父亲 关在宅院里的惨状 沈夕也被最后这句 同文触痛 家破人亡 这四字 没人比他更了解 沈夕恍恍惚惚的 看到了沈家的牌匾 沈家宅院 沈家的家眷蒲从 在欢声笑语地斗去着 小姐小姐地换着他 一双有力的臂膀 把他抱起来 是哪个哥哥 他辩不清 太久了 久到忘记了自己的家人 反而 只记得富同文 那个坐在病床右侧 以后背 面对自己的男人 你卖了北京城里的院子 富家 富家 就真散了 完了 父老爷试图睁眼 看清面前这个只认钱 不认人的儿子 却是眼睛肿胀 眼前尽是花白血影 富同文 富同文打断父亲 光绪三十年 我求着父亲去救同川 父亲不禁伯国同川的姓名 还把我困在宅院里三日 那时 富家就散了 两年前 我让父亲给同龄个机会 父亲却将他送去滇军战场 富同文顿了一顿 笑起来 后来 父亲将六妹 送去给人做石榴仪态 富家早不是富家 父亲又何必执着那宅院呢 富老爷摇头 只是换着他的名字 奢望着他能心软 富同文不为所动 从纸袋里掏出来一落纸 将钢笔的笔帽取下 调转了笔 递给富老爷 富老爷抗拒着 推他的手腕 不想要签这些东西 他知道 富同文对自己的愿 也知道没有家序 也知道没有家产的牵制 大儿子和三儿子迟早要分出个输赢 定下个生死 富老爷不愿 也不想看落败的大儿子更惨的地步 更不想让富家在自己的手里没了 可最后 富老爷还是接了钢笔 他的身家性命都在富同文手里 没有他自己也不会被送到上海来治病 更不可能请得动段家公子亲自手术 一片寂静里 富老爷紧握着笔 在几份文件上签字 画了鸭 拇指的红印子在文件上 按上去的一刻 他嘀嘀地自喉咙口 咕弄了三个字 你责啊 你责啊 段梦河旁观这一幕 心中愤懑 不齿于富同文违背孝道的行径 直接离开了病房 在他走前 暗示性地拽沈熙的衣袖 沈熙洋装味觉 没跟他走 他是心中复杂 一面怜悯老人家 一面清楚 这就是富同文要做的事 他和父亲 大哥的博弈 在今日终于有了个结果 富同文把一叠纸张 整理妥当 收入文件袋子里 立身在床盘 忘了沈熙一眼后 问父亲 这位沈医生 很想参与父亲的手术 父亲以为如何 父老爷一听姓沈 看都不看 就猜到是哪位医生 摆了手 不屑答复 富同文对母亲汉首告辞 和周立荀 一前一后出了病房 沈熙知道 到这步境地 他是绝不可能再参与手术了 他把护士换入病房 嘱咐两个护士 要做哪些检查准备 明日不能进食等等要求 临走前 他对父夫人提到手术日期 完全地例行公事 此时的他 心中极为复杂 富同文父亲的病况 富家的分崩离散 还有小五爷 富同文在离开病房后 人在尽头的窗盘 背对着走廊 从西装口袋里 取出了木质的纸烟盒 这是谭庆相的 因为小的自己需要这个 他提前问谭庆相要了来 这里光线通透 和病房里截然相反 勉强让他透了口气 富同文从里头取出一支纸烟 含在唇上 再去内口袋掏到了火柴盒 从里头摸出来一根火柴 低头 专注地看着星红的头端 摩擦过去 一下 两下 他像找不到准头 到第三次 才对准了地方 呲的一声 火炎燃在了指尖 富同文两指捏着烟尾 深吸了一口 当初他冒着被禁锢暗杀的危险 回到富家宅院里 后来是重病垂危 恋人离去 五弟下落不明 六妹 最后 还是自己赢了 赢得并不光明磊落 当初他的赌注 就是父亲不会狠心置自己于死地 他利用了父亲对自己的血脉深情 是有愧的 刚刚老父那一声逆子 落下去 烧焦了心上血肉 此生难忘 他们父子情 今生走到这里 也算到了头了 富同文曾不止一次想过 倘若他不是生在这种家庭里 会是怎样看待 富家这一门人 父亲和大哥是机关算尽 为虎作娼 欠下人命债无数 四弟自杀时 旁观的人都在说 是报应来了 五弟在战场下落不明 看笑话的人更多 六妹被抢送上出嫁的轿车 也是京城权贵 茶余饭后的谈资 有人欠债 有人还债 都是冷眼旁观 楼塌客散 谁管你家里 谁是善的 谁是恶的 到今日 富家散了 好的坏的 都埋在了高楼垮塌的砖瓦下 百年后 也都在土里 一宿风流叫 是浣海浮沉 家族兴亡 劫看破 傅同文在缓缓 吐出的白色烟雾里 双眼放红 油溃声泪 周里寻用手肘撞他 笑着野鱼 怎么 要来一出逆子忏悔的戏啊 他和傅同文情况相似 家里长辈都是大清朝的 遗老遗少 整日里想着复辟 他却背道而驰 所以他在家人眼里 也和傅同文一样 是忤逆的儿子 忠孝节抛的败类 有时想想 谭青相那样家境贫寒的 也有好处 两个兄弟相视一笑 我都戒了一年了 陪陪你 周里寻掏傅同文的西装口袋 傅同文见沈熙出来了 挡开周里寻的手 说 去楼下等我 周里寻倒也识相 把手里的档案袋 对沈熙扬了扬 当作是告辞 人边下楼边说 还有许多后续的事情 不是我想催你啊 快些下来 傅同文吸了两口纸烟 全当没听见 沈熙在这里 他也想多留会儿 阳光照在他的肩背上 渐渐绝出了热 等耗不下去了 他才取下唇上的烟 刚刚里头的状况 你也瞧见了 到这个地步 你就别再坚持了 沈熙摇头 我是想问别的 除了这个 还有什么 是小五爷 快了 快有消息了 傅同文很乐观 有时 家里给他算过命 都说 不是个短命的孩子 当初 他送了钱 支持蔡将军 小五爷 却是在攻打 蔡将军的滇军时 失踪的 沈熙无法想象 傅同文知道 这个消息时的心情 这件事急不得 也没得及 等有了消息 我会让人给你个信 他反而安慰沈熙 沈熙点头 傅同文瞧他刘海下的额头上 有薄汗出来 于是把香烟咬住 替他撩开刘海 用掌心抹去他额头的薄汗 这样 又是要亲 又给人家女孩子擦汗的 是要干什么 惦记着什么 傅同文心里全是明白的 只是今时不比往日了 去吧 我要走了 说完又道 今天的事 又做得不妥当的 别放在心里 三哥这个人 傅同文低头一笑 没再说下去